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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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同志说心烦 烦燥 还有一个同志说他有口干眼干 我觉得这都是秋天常见的症状 秋分以后天气越来越变凉 雨水也少了 干燥可能就更加明显些 从中医讲天人相应的观点 自然界的这种变化对人体都会有相应的影响 还是体现了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观点 这个天秋天就是灶 所以咱们人体反映出来就会体现为肝 对 就是五行和我们五脏六腑的关系 所以咱们先看看第一个问题 中医认为这个秋灶和以下 哪一个脏腑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 五脏六腑是跟肝 还是跟心 还是跟肺 关系最为密切呢 现场一百位观众请表达你们的意见 我们现场一百位观众对于中医的这些讲法 五行和五脏的对应是不是了解清楚 调查结果是 那好 大多数观众认为是跟肝有关系 好 那来让冯老告诉大家 答案是 是肺 咱们掌声鼓励一下答对这些观众 对 对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冯老 中医怎么讲肺跟秋天的这个关系 秋天呢 它是表现的这个一兆杯主 一兆杯主呢 那兆杯什么种伤肺呢 中医认为这个春天有风比较大 容易得肝病 夏天呢容易得心病 这个秋天容易影响的肺 这个冬天呢容易影响的肾 这是中医讲的就是这个不同的季节 它容易影响不同的这个脏气 中医怎么样认为这个肺如果要是伤到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中医讲肺为胶胀 所以胶胀就是很胶气 它不耐血清 就是有点风邪啊寒邪啊热邪啊或者造邪 它就最容易侵犯的肺 所以我们一般常见病就是感冒 这个秋天呢 它这个造邪就容易伤到肺 另外肺呢它是主气 按中医讲气 我们的呼吸之气啊 这个呼吸的调理就要靠肺气 所以中医讲肺主气 是呼吸 就是调理呼吸的意思 有了肺的调 但是肺气它有个特点是什么 肺气应该往下走 中医讲肺气下行为顺 如果如果往上走就 就反正这个气往上反 肺气不往下走了 中医叫肺气上腻 肺气上腻就出现咳嗽啊 气喘啊这些症状了 所以当感受外界的造邪的时候 它就可以造成肺气上腻 那我们为什么还皮肤肝啊 头发肝啊眼睛肝啊 造就是肝啊 中医讲内经讲造胜则肝 而肝呢就是能好上精液了 特别是好上呢 由于这个和这个空气接住的这些部位 这个像呼吸道了 刚才容易出现咳嗽了 呼吸道了鼻子啊眼啊皮肤啊 这些地方呢就和这个外界的自然接住的比较更直接一些 所以这些地方就容易出现一些干燥的症状 最近一段时间感冒的人特别的多 一进入到秋天就开始一直咳咳咳的咳 再就是打喷嚏了 就是到了秋天为什么容易这么一发感冒呢 它和其他季节感冒有不一样吗 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能都有一个这个常识 我们冬天啊春天啊要感冒的话 大家吃个银桥解毒丸 这也可以的 但是夏天感冒 吃银桥解毒丸的就很少了 夏天大家都吃什么活香正气 夏天呢刚才一个是炎热 再一个呢或者说这个夏天的雨水比较多 它是潮湿 所以活香正气 它一方面散寒 一方面呢它还能除湿 秋天气候是干燥的 所以你感冒以后它也有干燥的表现 这个表现呢还有不同 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初秋和这个秋末气候也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基本上还是在这个秋分之前 秋分之前 这个天气呢虽然秋天 但天气还偏热 但是这时候呢 这时候感冒呢 它根本的感觉还是有热的感觉 我们叫温照 温照 温照 就是天气还比较温热 但是秋分以后天气越来越凉了 那时候也叫照 那时候感冒以后呢 它就类似一个量灶 就叫量灶了 温照和量灶引起的那种感冒的症状一样吗 温照和量灶感冒的症状就不一样了 如果温照的话 它感冒的有点像受风热一样 所以病人呢可以有点发烧 雾风 有汗 也有口干啊 或者咳嗽 这个舌子是红的 脉有点这个稍微快点滑 或者滑硕 或者浮硕 这种情况 这是这个温照的特点 就是发热为主要的症状 又感冒又发热 发热 还出汗 出汗的发烧也不退 同时也有口干啊 干燥的症状 要含照呢 它就怕凉 它无风 没有汗 它怕汗很少 发热比较轻的 就怕凉这个症状就重一点 而且那个蛇蛋 这个蛇胎呢 比较白的 蛇肢比较淡的 像刚才温照呢 蛇肢偏红一点 这个蛇肢就不偏红了 用药上呢 会不会有点不一样啊 用药 如果温照上 我们中药常用一个方计呢 叫伤性汤 伤性汤 伤性汤里边呢 主要成分呢 就有商业啊 杏仁啊 这个枝质啊 还有梨皮啊 这一些这个清热运造的药 那凉灶用什么药 如果是凉灶呢 它因为刚才讲凉灶 它是秋天 它气候偏冷 这时候呢 它需要散寒 它叫中医常用的方式 叫性疏散 所以里边要用输液 输液呢 它有新温 有结表的作用 散风寒的作用 再加性仁啊 其他的一些运肺的药 他说在一个治疗上 它是不同的 用药也不同 那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啊 那以下哪一种食物 秋季润造的效果 最好呢 就对于咱没有病的吃一点 也有好处啊 是山药 还是梨 还是苦瓜 好 100位观众 请表达你们的意见 昨天梨吃的会多一点 因为它是当季的 梨是上市了嘛 咳嗽 就最近咳嗽厉害嘛 就会蒸梨 嗯 然后因为梨它本来比较寒 蒸一下的话 它可能会 对胃会比较好嘛 嗯 蒸的时候放一点冰糖啊 穿背啊 就有止咳的效果 也是老人传下来的方 我们看看现场100个观众 会怎么选择啊 大家吃的最多的 选择最多的还是梨 其他也是一半一半 谁选择的是苦瓜 鸡手我看一下 苦瓜啊 来66号的观众说说 您为什么选择苦瓜 吃的比较去活啊 反正是 嗯 就搁点 搁一尖椒 搁点糖 嗯 吃火 好 那谁选择的是山药啊 那个山药吧 有好多好多那什么的 反正老人吃的山药我干也挺好的 哦 有好多 好 欢迎大家回到张建设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秋天 咱们吃点什么好 看看冯老的推荐是 梨 哎 挺棒的啊 一般的观众都答对了啊 冯老 因为梨这个 他是 既是药也是食品啊 所以我们叫这个医药食同源 嗯 他本身就含人这个水比较多 嗯 这个秋灶 刚才讲的秋灶 灶就能伤精液啊 伤人体的水分 所以我这时候我们需要补充的时候 就补充水 所以在山药和苦瓜里边 这个梨的精液是比较多的 啊 比较多的 所以它呢就 而且梨呢它能运肺啊 刚才讲灶能伤肺 这梨呢能运肺啊 止渴啊化痰啊 所以它一方面养阴 还有止渴化痰运肺的作用 所以梨呢应该是最好的 但这个梨呢 这个生吃多了也不好 怎么呢 生吃多了它消化啊 有的人就可以去腐蟹了 嗯 就是说我们在吃梨的时候 呃 就可以 可以煮的梨水啊 或者刚才 这个嘉宾说的 放点冰糖啊 放点船尾啊 嗯 可能更好一点 那刚才那66号观众说了 说那个苦瓜去火 是吧阿姨啊 嗯 那这个秋天咱要是吃点苦瓜 能不能也酱酱造啊 这个比较也 这个夏天火热比较大 是吧 天气比较炎热 这时候你用点苦瓜 清热卸火 呃 比较好 但你有的人 我觉得秋天火大 那你吃的苦瓜也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秋天 运造哪个好呢 那还苦瓜和梨比较 应该是梨应该好 可能有的观众说了 那我这一个秋天 也不能光吃梨啊 对吧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食物 也润造呢 我先给大家拿上来 一大堆吃的啊 大家看我面前啊 一大桌子 全都是特别好吃的 而且好像也都是这个 跟 貌似跟润造有关系 但不知道哪一样是 难问一下 我们两位嘉宾啊 来请两位嘉宾上台 来审出你们认为 能够润造的食物 然后我们现场的观众 给出出主意 好不好 给他们出出主意 这个梨专家说了 肯定是的 苦瓜太小河了 苦瓜去火 这个我已经拿走了 苦瓜肯定不是 你这样你觉得是 你放到最前面 好不好 来这个白木耳 白木耳是 银耳嘛 叫银耳嘛 银耳肯定是肺的 这银耳汤啊 梨肯定是 然后这是鼻气是吧 对鼻气啊 鼻气也是 鼻气也是 是干什么呢 鼻气 豆角 长豆角 白豆角 我觉得这也是吧 瓜果蔬菜应该都是 你觉得是吗 不是吧 这个也是蔬菜 这个不是 豆角是不是 不是吧 这白豆角 白豆角是降噪的吗 阿姨都说不是 我绝对也不是 好多人摇头说不是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不知道 这是不知道 好香啊 这个是我告诉你 你看都不知道了吧 这个是酸枣仁 酸枣仁 大家觉得酸枣仁是吗 开胃的吧 不是 酸枣仁开胃的 特别大声 这也不是 这大枣是补气的 这个肯定不是 这也不是 这是什么东西 枕子 山核桃 这核桃啊 对小山核桃 大家觉得山核桃是不是润造的 核桃也不是 核桃也不是 不是 然后大家都要想说不是 我覺得偶是 我赞同 那你换钱 这个是 百合 百合干 这个经常煮粥用的 这个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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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咱看上来 这个山核桃 山核桃说了不是 山核桃说了不是 然后这个也是 鸿鸡 鸡也是 鸡 鸡鸡的 鸡鸡是吗 鸡鸡也是鸡鸡的 这个有点意见分歧了 这个出现分歧了 放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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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气的好 不气的好 收回来了 我先收回来了 芝麻 芝麻这个我都知道 这肯定不是 行行行 不是放后面 投音话掌声通过 哎呀 不错呀 通过支持你啊 李正 当然有个沐老师帮助 对对对对 我也没出主意 行 你们俩慢慢回去聊着 好 好 好 黄朗 你们看李正刚才选的几样 选的对吗 银耳 梨艳 笔切 百合 是吗 一百分吧 真的 百合 应该都是选对了 太厉害了 全都选对了 那这个大白长豆呢 大白扁豆 健脾 健脾的 这个不是 那这个小核桃呢 小核桃 这个核桃 它有补顺的作用 是吧 大家都知道核桃有补顺的作用 不是 那芝麻呢 补顺衣 它不一定运造 哎呦 那这里蒸香刚不错呀 也是提大家的智慧了 太棒了 那我们让黄老公 说一下这些润造食物 有什么样的特点 咱们也好变运了 行啊 这个 这几个药 它都能运造 但它功能还是有点差别的 有点差别的 大家手推的是 怎么说 百合 百合 它是这个运肺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药 也是食品 那其他这两个 一个是藕 一个是脾气 藕和脾气都出生在 润造 都在水里边长出来了 这个藕呢 它也能运肺 也能化痰 它还能 吃饮养胃 养胃 这个藕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有止血的作用 止血最好的部位 就是这个部位 叫藕结 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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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龙 我发现一个特点 我不知道 我这个说的对不对 就这几样选出来的食物 你看这个是外皮是黑的 但里面是白的 就是它倒是白色的食物 是吗 这个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中医有这么说法 就是白露肺 白露肺 白色露肺 这个红色的露心 这个黑色的露肺 这是一般的规律 这个黄色的露皮 但是不是绝对的 谢谢冯老给我们的介绍 谢谢您 除了刚才冯老推荐给大家的 这几个以白色为主的食物之外 当然这个润秋造的食疗邦 还有好几个 我们听听何佳博士的推荐 来 有请何博士 到了今天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秋梨糕 这样一道既是药品 又是食品的 这样一个很好吃的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做的 就是用梨来做一个 类似秋梨糕这样的一个 怎么讲 我们叫做梨酱 什么意思呢 告诉大家 我们先选择材料 一般来说 这个梨有两种 有一种 它的水分特别多 那么另外一种 水分不太多 但是它的胶质比较多 如果我们要拿来做糕 或者是像果酱这样的 我们就要选择 水分不是特别多的 所以我们把它拿开 把水分多的放开 那么当然 新鲜水果 咱们还是直接把它吃到肚子里 那样是最好的 不过有的时候 我们家里可能一次买的太多 把这个梨可能吃不完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拿来 把它做成果酱 或者其他的甜品 这样不但是 延长了保存的时间 同时也可以丰富了 我们这个餐桌 对不对 而且还可以当一道 饭后甜品 很不错的 切开 这个梨呢 一般我们来做的时候 不用削皮 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 稍微的切一切 然后给它改改刀 稍微切小一点 而且梨呢 它是比较脆的 也不硬 所以问题不大 好的 用这个食物搅拌机 很简单的 开 放进去 加一些水 不用加太多 好 稍微的把它打烂 其实就可以了 来我们把它打开 好 这样呢 这个主料就做好了 为了增加它的这个口感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增加一些 更多的这个食材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有一些润肺作用的 包括我手里的这个百合 加一些百合 然后呢 莲子 加一些 当然这个最好是先泡过 我这里没有泡 把它泡软一些 比较好煮 这个呢 是杏仁 杏仁 为了增加它这个粘稠度 我们还可以加进去一些银耳 当然呢 也是最好先把它泡发 我们这里给大家示意一下 泡好的银耳 加进去 一边熬 一边搅 一边熬 一边搅 熬到这个水分挥发的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粘稠度大家觉得可以了 那么就可以盛出来 放到这个玻璃罐子里 密封上 放在冰箱里 可以吃一两个星期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样熬了之后呢 因为它浓缩之后啊 这个甜味就是比较足了 如果大家觉得还不够 那么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加上一些蜂蜜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熬成了这样一锅 有梨膏啊 非常不错 这里面有梨 有这个百合 莲子 杏仁 还有银耳 非常非常好的 听起来是不是就是非常滋润的一道甜品呢 好了 小金 谢谢何嘉博士的介绍啊 你看刚才我们推荐的是食疗方法 冯老 除了吃之外 您自己平时生活当中还会怎么做呀 眼干啊 鼻子干啊 口干啊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按摩的方法来 来来缓解这些干燥的症状 比如说鼻子干 我们可以去按摩这个银香血 银香血就在鼻子旁边啊 鼻子旁边 顾名思义 它能银香就可以迎到 闻到香味 是吧 它有这个功能 鼻子鼻塞啊 不吐气啊 或者鼻干都可以按摩它 按摩的方法你可以这样 就是说 你把两个手 这个手足插着体管 然后拇指并齐 用人去这两个鱼剂 这个地方叫鱼剂 鱼剂的地方去揉 揉这个银香这个地方 上下这么揉动 让局部按摩 按摩这个银香血 在这个按摩时候 实际上把这个两个鼻翼也按摩了 对吧 两个鼻翼也按摩了 按摩大约呢 有这个三分钟五分钟 每天呢 连续几次 有三次 早上中晚 有空 你就要按摩 这样呢 就可以缓解一下鼻子干燥的症状 如果眼干呢 你可以按摩 精明血 轻轻地按压它 轻轻地按压 轻轻按压呢 也是 每天要坚持 要几次 一次坚持 有三分钟五分钟 这样呢 它可以刺激内线分泌 可以刺激内线分泌 这样对眼干症状 可能好一点 那嘴巴干呢 如果口干的话 我们可以采用漱口的办法 就舌头上下 左右的 就漱一漱 或者唇部 来这个收拾 裹一下 我们就吸一下 它就可以把唾液 就能吸溯一些部分 这样吸下来 你再咽下去 刚才说 这个唾液 它就帮助消化了 这个反复刺激它一下 如果就是说 还不行 你还可以用点 酸性的东西 吃点酸的东西 忘梅止渴 是吧 它这个酸的 用点酸脏啊 乌梅啊 这个酸梅啊 你都可以刺激一下 它也可以促进 那个唾液的分泌 大家可以试一下 冯老推荐大家的是 就是吸的这个动作 对 大家可以试一试 看有没有唾液 会出得来 我问一下冯老 就是这种吸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唾液出来了以后 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在 在生筋的一个过程 对 这个唾液是要咽下去 才会对人体再 再有一个 它一个是就缓解干燥 另外这个唾液啊 是人体 这刚才讲的 它是人体的这个 对人体是有益的一种 液体 对 对 它也可以帮助消化 大家吸了几下 有没有唾液出来啊 真的有 我也是感觉到 真的有唾液出来 可以缓解叫干燥 人体它是一个整体 它如果皮肤干啊 眼睛干口干啊 它全身的精液 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特别是 足以讲 肺和大肠相标理 如果肺干燥呢 很容易也造成大肠的干燥 大肠干燥就造成 就大便肝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些 滋韵大肠的药 就可以用什么呢 就是用悬参啊 生地啊 麦冬 这个是一个古代的一个方字 方季 就是悬参 生地 麦冬 这三个药组成的 我们叫什么 叫蒸液汤 这个鲸液不多了 我来蒸鲸液 中医有句话叫什么 就这种菌液不足 引起的大便干燥呢 就是就像这个 河里的水啊 没有水了 船就走不动了 这时候我们要增加的水 然后船才可以流动 所以中医这种治疗方法 叫什么呢 叫蒸液行舟 我把水蒸上了 那个船就可以流动 所以说用大便干的 用这个蒸液行舟的方法 这就用可以悬生 生地麦冬这三位药 治疗就可以了 再看看嗓子干 干得特别严重的话 我们中医有什么好的推荐 这个嗓子干呢 可能大家这个方子 大家都可能都很熟了 经常用点接梗啊 麦冬啊 加点沙参啊 或者干草 就是泡水喝 这些呢 都是有孕肺 利咽喉的作用 它可以促进那个 这个 咽部啊 气管啊 这些地方的这个 是菌液的分泌 所以这个是可以用的泡水喝 皮肤干了 您再给我们推荐一下 刚才讲皮肤干呢 呃 还是菌液少 特别是老年人 他本来就是这个 身体比较虚弱 按中医讲呢 这个肝顺不足 这个血虚 血液循环也不好 这时候呢 应该用点养血 和补顺的药 对特别对老年的 这种皮肤干燥 它是有效的 我们选了这么几杯药 一个是当归 一个是白韶药 一个是女增子 三猪仪 熟地 像当归这个药 大家都知道 这个当归用的很多 医生都用 当时我上学的时候 老师就说 十个大夫 九当归 就当乌龟了 可是不是当乌龟的意思 十个大夫 九当归 当归用的是比较多的 这个当归 它那个养血 它也有一定的 活血的作用 这个勺药有白勺药 有刺勺药 这个白勺药呢 就是勺药是熟的 就叫白勺 白勺呢 它也能够养血 中医讲的 有揉肝 养血的作用 女增子 三猪仪 熟地呢 这也都是 在补肾阴的作用 它肾阴量 肝肾充足了 它这个皮肤干燥 就可以得到缓解 但是真的是 我们说实话 一到秋天啊 我们除了会感觉到 特别干之外 再我一个会觉得 这个火特别大 就上火 所以我们想看看 大家对于这个灶跟火 会有什么不同的认识 来咱们看下一个问题 这个秋灶啊 和上火 以下哪一种说法 是正确的呢 第一个呢 是秋灶或上火 是一回事 还是 是干燥造成的上火 还是灶是灶 火是火 是两回事 好 请现场100位观众 给出你们的意见 秋天那个上火 在我这表现的特别明显 就是嘴角会破掉 然后有时候上嘴唇啊 会出现这个嘴唇唇裂 刚才近距离的看它 我觉得嘴唇全都是裂的 对对对 你别舔 你看 水灶是甜 水灶是甜 就是 我就是会上火 然后有动 就是因为太干了 然后所以上火了 来咱们看看 大部分的观众 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来看看调查结果 大部分观众认为是 是由于干燥所造成的上火 好 那么我们让冯老告诉大家 这灶和火到底是什么关系 答案是 哎 灶是灶 火是火 这听上去做 别像绕口链你知道吗 那这样我们要请教一下冯老 应该是两回事 为什么刚才我们讲 中医讲六气 有风 寒 属 湿 灶 灶 火 实际上就分开了 就把灶火就分开了 灶就是干燥的意思 这干燥呢 它就可以伤 伤精液 这火它不是干燥 它火可以引起干燥 这火是热 是吧 它用热 它叫火 是吧 所以我们就把热和火 实际上热和火 中医讲它这个程度的不同 灶火 这个这里边没有热 实际上火就是热 一种表现 那是谁先谁后 我还是没太搞清楚 这个 它们中间是什么关系 干燥它不一定有热 这个火它肯定有热的 这肯定有热 这个干燥 我举个例子 我们同样 在锅里有个水 是吧 锅里放的水 我放在一个干燥的环境下 它可以自然干燥 这是我没有热 是吧 它干燥 对 我可以放到火上 放到它很快就蒸发 也干了 所以它不一定这个灶 是灶外边灶 它并不热 但是呢 它可以把它 这个水一个干了 所以这个灶 它不一定有火 但是你要灶 灶到一定程度 水少了 少到一定程度了 所以有时候这个灶 也可以最从 有出现上火的症状 但是灶和火 实际上是两回事 就具体怎么解释 这个火呢 火从哪来呢 天气太炎热 这是一种火系 是吧 因为刚才叫 这叫六阴 容易上火 人家怎么说 这个干火过忘 这是用情志造成的干火 或者有体内呢 就是或者吃多了 脾胃吃多了 饮食消耗不好 它在鸡的胃里边 也可以出现火 所以内生 这个火 它既有感受外邪的 我们叫自然界的火邪 也可以内生 在人体内产生火 我们看看到底 这个秋天 上火最典型的表现 是什么样子的 来咱们看下一个问题 那以下 哪一种症状出现了 就表示咱们上火了呢 是眼睛痒 还是没有舌胎 还是牙齐肿痛 好 请100位现场观众 给出你们的选择意见 咱们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啊 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 自己那个火 都会怎么表现出来 眼发痒 发红 或者有出眼粉 还有有手 皮肤也痒 皮肤 皮肤也痒 我眼也痒 皮肤干燥 皮肤有时候了 干了它会裂口 出现牙齐也是肿 上火了 咱们看看大家都会怎么选 选的最多的就是牙齐总共 那好吧 稍微等一下广告 让冯老再告诉大家 通常上火最 欢迎大家回到 这一台的健康事录节目 咱们看看冯老告诉我们 牙齐总共 还是多数观众都答对了 是吧 这个眼痒啊 实际按照一讲 受风 我们受风也可以眼痒 是吧 它不一定 不一定是这个火 刚才有的观众讲呢 它又红又肿了 他刚才讲 我眼睛还红了 那是有眼屎多 那又火 我这儿光说的眼痒 说没有讲你眼睛红 说这个眼痒 我们是受风 它被眼睛过敏 那这种情况 它是 它不一定是有火 这个没有舌苔呢 这个中医讲 没有舌苔 就人体的菌液不足了 它就没有舌苔了 一看舌苔没有 这是 就刚才讲那个水液不足了 它又没有舌苔 它没有舌苔以后 有的人可以有虚火 但它舌苔没有舌苔 但要红的 它不红 那还是我们讲的 叫经验不足 这个肿痛就不行了 咱们肿痛就上火了 终于讲热剩这种 热 热严重了 它就肿 所以这个应该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牙齦肿痛 那刚才诺贝说了 一到这季节 自己脸上还会长痘痘 好多人都长 上冻应该是上火 那您阿姨那个眼睛会有严实 眼睛红的算什么火 那干火 干火 都会干火 那别的会不会也有火 有啊 鼻子干啊 鼻子出血 这就是肺火 肺火 咳嗽 干咳 有的痰或者口干 痰特别要粘啊 这就是肺火了 嗯 这个眼睛这个干火呢 有时候头疼啊 耳朵耳鸣啊 这有时候 也是叫肺火 这个肺火呢 就肺开 刚才讲肺开窍与鼻 这个鼻子 这个如果鼻子出血了 或者咳嗽 咳嗽吐痰痰 痰比较粘稠 同时或者再加上去发烧 舌苔也 舌苔红 舌苔也是黄的 这就是肺火 知道有肝火了 还有肺火 嗯 还哪儿也容易生火呀 在这个秋天 爱给我们找麻烦 呃 胃火 胃火 啊 胃也可以火 啊 胃火 其实刚才讲的牙龄总统 按中医讲啊 大部分属于胃火的范围 哦 嗯 所以胃火 呃 或者这个胃中有热 啊 自己感觉烧心啊 啊 这个反酸啊 啊 中医往往认为 还是有胃火 哪位观众现在觉得 我自己身上 到这季节也开始不舒服了 今天这机会特难得 也让冯老给您断一断 我们现在就出现了 一些什么样的火 我的那个皮肤特别干燥 有的时候一口吧 有的时候烧痒 一口吧 就起那个白盗 嗯 嗯 还有刚才我说了 那个眼睛一样 鼻子也很难受 这算火吗 它是 它做的是受风啊 那个我的嘴唇起泡是怎么回事 嗯 嘴唇起泡还是有 呃 有火 还是有火 有火 它 它属于什么火呢 这个 这个还和脾胃有关系 脾胃发干 这个唇呢 中医和脾有关系 啊 脾胃还是脾有火 脾火 15号阿姨 您再说说身体现在的感觉 我就是那个大便干燥 完了那个皮肤发干 大便干燥 皮肤干 那个算什么火呀 刚才讲的大便干燥的原因也很多啊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菌业不足 啊 这是一种 但是肠了有热 它也可以 好伤菌业 也可以造成大便干 口腔特别苦吧 舌头一身里边苦吧 那也是还有味 就觉得有点发那个腥臭味 似的感觉 口苦有异味 这个算火吗 口苦 它往往和干火有关系 干 干火 范胃 这个胃气上腻 造成的这个口苦 一般中医人民 还有 要清干 清干火 有干火 阿姨 你需要看一下它的这个舌苔 再帮着它进一步的明确一下吗 可以 看 来 让冯老给您看看 看看阿姨这个舌苔 我看看舌苔 看阿姨舌苔是不是典型的干火的表情 淡红的舌苔 但你看它舌苔是什么颜色 你看上面有点很薄的 是什么颜色 白色呀 黄 有点黄 黄 阿姨您在身上让我看清楚 有点黄 有点淡淡的黄 这个黄一般就煮热了 黄就是热 有热了 还是有内热 谢谢啊 谢谢我们二号的阿姨 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阿姨出现的问题 干火大 干火旺 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灭火 干火 我们要从中药的话 它当然有清干火的这个房子 也有常用的药物 我们常用的药物 就像黄芹啊 芝芝啊 龙丹草啊 这些药呢 都有清干火的作用 常用的有个方剂 叫龙胆蟹干丸 龙胆蟹干丸 这个就能清干净的火 甚至干净有湿热 也可以用龙胆蟹干丸 这是干火 这个肺火呢 就要用清肺火的药了 清肺火的药呢 就经常用的像伤白皮 伤白皮啊 包括黄芹也可以清肺火 中成药呢 中成药有这个 它就看症状了 这个有一个方子 叫羚羊清肺 是吧 羚羊清肺丸 那个就是清肺火的药 羚羊清肺丸 清肺火 对 像儿童可说 有儿童清肺 胃火就要清肺了 胃火清肺了 胃火经常用的药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黄莲 苦一点 黄莲啊 这个 脂膜啊 这些药都是清肺火的药 中成药的推荐是什么 中成药 牛黄清肺丸啊 今天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 有关于秋天灶啊 上火的一些知识 那您最后最想强调的一点是什么 我需要交代一下 就是有些人呢 常年的口腔干燥 眼睛干燥 口腔干燥没有脱眼 甚至牙齿都破坏了 牙齿一块块的往下掉 眼睛呢 眼干 特别干 这个就要到医院去看 这个有个病叫 干燥综合征 干燥综合征 它是一个风湿病 我就搞风湿病的 在临床经常见到这一个病 这种病呢 它不光口干眼干 要到医院里全面检查 有时候它可以影响到血液系统啊 影响到肾脏啊 甚至肺脏都可以影响到 好 谢谢冯老 好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和大家说进入到秋天 如果您觉得特别的失落 伤感 总是提不起精神来的话 我们冯老会给您推荐什么样好的办法 期待您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 好 再一次感谢冯老 也感谢我们现场100的观众和两位嘉宾 走天上之路过天下生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秋天干燥 口舌有点心疮的感觉 秋天伤感 为什么心上有秋 它就是愁呢 秋天容易病 气管炎容易患 打喷嚏流鼻子 面对气候的种种变化 我们究竟如何调养身心 或者用手掌去揉干也可以 国家级明妖中医 用中医智慧为您传递秋季养生贴身秘籍